兔子竟然也能和蛇一较高下 还喜欢吃肉 甚至是同类相识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兔子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提到兔子 我们大家的第一印象 估计就是可爱和温顺 如果我跟你说 兔子甚至能将蛇打得屁滚尿流 很多人肯定会表示不相信 不过在2015年的时候 美国就有一家人 亲眼目睹了兔子大战毒蛇 地点就在这家人的后院中 这间画面中 一只兔子和一条蛇纠缠在一起 并且兔子还不断地使出无鹰角 来摆脱毒蛇的缠绕 这条蛇看到面前的兔子这么凶 估计也是很难置信 被兔子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之后 在兔子的猛烈攻击下 这条蛇只能灰溜溜地跑开了 而兔子为什么和蛇打了起来 要说它是为了吃蛇肉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根据这家人的描述称 兔子和蛇之所以爆发矛盾 其实是蛇先动的手 这条毒蛇试图攻击兔子新出生的宝宝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兔子爆发出了母爱的力量 不过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 兔子真的不吃肉 曾经就有科学家 对兔子进行过观察和研究 发现在森林中有一种野兔 十分热衷于吃其他动物的尸体 这种兔子的名字叫做血邪兔 在观测的一百多具尸体中 有二十多具都被野兔吃掉了 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鸟类的尸体 令这位科学家震惊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甚至还有一些野兔的尸体 也就是说 这些兔子有的时候 还会发生同类相识的事情 而对于这种情况 科学家表示 可能是到了冬天 兔子平时爱吃的植物较少 为了补充自己的体力 以及在缺乏植物蛋白质的情况下 它们才会选择吃一些孽齿类动物 除了血邪兔外 生活在北极的北极兔 在气温降到零下30度的时候 为了填饱肚子 也会吃一些动物的尸体 在这些动物尸体中 甚至还有它们的天敌 舍利 兔子的童年究竟有多悲惨 兔子妈妈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孩子活埋起来 作为社会底层动物之一 兔子的死亡方式千奇百怪 甚至还会因为孤独而死 在野外的兔子妈妈 经常会在土里挖一个坑 然后将自己的宝宝们全都塞进去 然后再用力地将这个坑的入口填上 看上去完全就是在活埋自己的孩子 不过别担心 兔子妈妈并不需要杀自己的孩子 这其实是她保护自己孩子的一种方法 刚出生的兔宝宝 没有什么战斗力 再加上兔子属于一种食草动物 存在于很多食肉动物的食谱之中 因此 当兔妈妈去外面觅食的时候 兔宝宝就很容易处在危险当中 这个时候 兔妈妈就会在地上刨一个坑 然后将孩子们都藏进去 这样 捕食者就无法闻到兔子宝宝的味道了 等到兔子妈妈回来后 会将这个洞重新挖开 然后给兔子宝宝喂奶 这样的方式 极大提高了兔子的存活率 不过 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发现 在一些情况下 兔子妈妈还会吃掉自己的宝宝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是因为 兔子妈妈会将自己的巢穴建在地下 平时 兔子宝宝就在里面生存 不过 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不是所有的兔子宝宝都能活下来 有一些可能会直接死在巢穴里 如果宝宝的尸体 一直存放在巢穴中 满满尸体会发出腐烂的味道 就会吸引捕食者前来 到时候 兔子一家都会被一网打尽 因此 为了保护自己剩下的幼崽 兔子妈妈就会含泪吃下自己的孩子 而巢穴一旦被捕食者发现后 兔子妈妈也会抛下自己的孩子 独自离开 毕竟 兔子的防御能力很强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兔子妈妈活着 还可以生下很多兔宝宝 而兔妈妈死了 剩下的幼崽 肯定也就没有了存活的可能 野兔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 为何到了欧洲 却成了宾威物种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 澳大利亚是没有野兔的 不过随着殖民者的到来 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 才将野兔这种动物带到了澳洲大地上 一开始的时候 野兔的到来 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 他们会利用这些野兔来举办捕猎比赛 久而久之 由于澳洲大地上更多的围食草动物 这些野兔没有天敌 野兔便开始泛滥成灾了 短短的十年时间里 野兔的数量就翻了数倍 这些野兔开始大肆破坏当地的农作物 于是当地的农民 又开始想办法消灭这些野兔 比如像他们投喂毒药 以及建造长达3000公里的防兔围栏 当时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有效地杀死兔子 于是开始批量地向这些兔子下毒 一开始的时候 兔子的数量确实有所减少 这样当地人也十分开心 但过了几年后 人们发现兔子的数量又开始回升 根据调查才明白 原来兔子已经对这种病毒产生了免疫 无奈之下 科学家只能寻找新的病毒 1995年 科学家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病毒 自此科学家们开始了和野兔斗智斗勇的日常 发明病毒野兔免疫 再发明病毒野兔再次免疫 就这样 直到现在 澳洲大地上的野兔数量依旧很多 那么这和欧洲野兔宾威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 有欧洲的科学家看到澳洲的解决方法后 也想用病毒的方式将野兔杀死 但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种病毒在野兔群传播开来后 差点将欧洲野兔团灭 在欧洲大地上 野兔本来就有天敌 支持着他们的数量 人类一旦加入其中 又破坏了兔子之间的平衡关系 如今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 兔子依旧是宾威物种 对比澳洲和欧洲兔子的待遇 确实令人感叹不已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